卫生间的门把手很快转动起来 可是还是听不到里头的人的反应声 蒋切南这时候已经冷得有些发抖了 秦红 你不说话 我就直接进来了 确实半天没听到 卫生间里头有什么反应 蒋切南又定了一会儿之后 这才推门进来 入眼的就是一脸颓废 坐在湿凉地板上的男人 秦红 地上这么凉 你怎么可以坐在这儿 快起来 这样下去会感冒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总要重新开始的不是吗 秦红 我还想要个孩子呢 男人又是一阵沉默 这一次 怀里的男人很快就有了反应了 他飞快从蒋切南的怀里起身 然后很快站起来 弯腰把他打横 公主抱了起来 放到了床上 然后就开始一夜欢好 折腾了一夜之后 天色已经快要大亮了 把蒋切南放到床上 又给他盖好被子之后 父亲哄理了理情绪 对床边的他说 我今天上午还要开个会 你如果在家无聊 等下给陈康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接你 中午咱们一起吃饭 带你去吃最爱的鱼 好不好 这女人不回答 男人又动起了歪心思 在有些事情上 男人都是极其有天赋的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开始激烈地吻他 从耳垂到脖子 再到光罗的后背 还有锁骨 就那么一点点地往下 父亲哄细细碎碎地 吻着他的同时 女人也一点点地有了反应 他开始掰正自己的身体 大手情不自禁地 撩起自己身上的薄布 然后男人的手掌 在要触碰到 他的腿部肌肤的那一刻 蒋切南突然感觉到 自己吓服一阵异样 紧接着 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 他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半天之后 总算是反应过了什么了 我去 就没有搞错 既然会在这个时候来打姨妈